這是已經離地 離水面 跳高了 這隻是剛要離 所以要接近水面 所以要拿下來 那個水的沖法不一樣 那個水的方法比較痛 那這個的話 它是跳這樣 有可能是在這裡這樣跳起來才這樣 所以我說 它的魚的姿態跳這樣是不是合估它這個旋律 老師 就是它這條魚已經跳有一個高度了 對 所以要離水面距離比較遠 比較高 對 離魚比較遠 但是它現在這個為中心 它魚跳這樣是不是對 豬太是不是對 我來跳看看 來 現在是這樣 牙齒這樣呢 這樣怪怪 好像比較對像 因為你有看到它的眼睛 牙齒跳到這樣來 就是很怪的 它等於是這個頭 所以你要看它的像 來定位 所以牙齒定在這裡 它就是要這樣轉 變成水沒有中心 最深的水在這個地方 它在這裡 反正要在這裡 它這樣沖出去 才這樣 朝著在這裡 沖出去 那水要這樣發 畫 畫這樣 這個定位 這個牙齒定位 跳向的定位 你要放這樣 還是要放這樣 放這樣太平了 有沒有 用這樣 按這樣來 在這裡做中心 跳起來就比較對 但是觸發點要轉 要轉到這裡 不能對焦 對焦跳太怪了 太直線了 太直線 因為你的魚這樣 跳不這樣 一定跳這樣 所以你就 最深的在這裡 做這樣來 這個水的中心點 這個水的中心點要黑的 要比較深的藍色 這裡才有一個水坡 這個才彈出去 彈這樣出去 這樣知道嗎 好來 所以還是可以做成 等型的 可以 中心點會外 老師 那樣的話 就是說 如果是以這個來畫的話 他可以用這樣 這樣 這個中心在這裡 要這樣 要翻這樣 來 如果不太便 不可以用頭的水 最重的 中心 並做 把手 做中心 這樣來 你就這樣跳 或者是這樣跳 這個的話 可以這樣沖出去 整個都是這樣沖出去 那現在這樣就是要外邊這樣沖 所以現在是用魚的蜜蜜中心點來選擇水的深度 深度的中心點 現在魚要放下去 要看這個中心 不管你怎麼擺 要捏它的中心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如果要這樣才會做好 不是這類的蜜蜜 而是這類的蜜蜜來做中心 如果這類的蜜蜜 因為它的中心不走 它的中心不走 所以要用這個來做它的中心 所以中心在這個角 就是說尾巴要對著蜜蜜那個地方還是怎樣 有沒有什麼相關位置可以對比這樣 普通是這點 這點是最轉角的地方 要對著蜜蜜 你要對著蜜蜜 你只要是這樣 它有對著蜜蜜 那樣的中心是抓這樣 但是整個魚的出態不對 對不對 如果放這樣下去 以這個來做中心 我說以這個來做中心 抓這個地方下來 上面這個就是要抓這個圓圈做中心 下面的轉折點最低下是這個 大概有好幾個 現在還是看著轉折點 看起來 如果眜蜜蜜 鱔的話光要在選水的位置 對 不能選水 我覺得 鱔要起來反正它不是直的 它有一點點角度 所以它的角度 譬如說它對這裡 它一定會這樣 歪一邊還是歪一邊 但是歪一邊還是歪一邊 歪一邊是看它的尾巴 看尾巴 所以尾巴如果是向一邊 是會避就可能 就要看說它應該是在哪一邊 而且要看它跳到哪裡 跳到哪裡 剛剛開始還是跳過去了 如果它這個這樣 如果是說中心地 以這裡來做中心地 抓它的最真的地方來做中心地 這個地方就這樣來 它的圓圈是這樣 再進來 再進來 不對 中心點是這裡 我是一直看嗎 魚的中心點 應該是以中間這個 對 這條是正中心 對 老師說這樣 你說魚這樣過來 它這個到這裡 這個就是套天頭 好 這個是外向 所以你如果腳趾 這一點做中心 我問我們以圓圓圈來講 是這樣 σω間 因為如果這個 你畫到這邊 它 review Robot到這邊 鹽糖下去 嗯嗯嗯 這樣它比較油 變成這邊比較寬 這邊比較窄 這邊比較窄 tämä比較窄 你看 inherent圓圈也是這樣 這個坡漱 就是這樣 來 拿那個洗筆給我